像是我們可以在媒體攝影器裡面 讓你的圖片生出真實的物件 你可以在上面繪圖了之後 把產生出來你喜歡的各種圖片 讓你的手機的圖表 長得都跟別人不一樣 完全屬於你專屬客製化的一支手機 各位各位是Washout夥伴 大家好 我是三星講師博文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D4-6的繪圖工具片 我們的手機其實有搭載了 AI的塗鴉轉圖像 那我們就可以想要加入一些圖片的時候 就很方便 所以先跟大家分享第一個 就是我們在上課的時候 可能或者是會議的過程中 我想要讓我的筆記更漂亮的話 想要加入一些插畫 你就可以直接用我們的Sansom Notes 所以當我先點選這個繪圖筆的部分 先在這個空白處或自己想要加的地方 稍微畫一個大概 這很像飛機的感覺 然後幫我點選這個AI星星的部分 選擇塗鴉轉圖像 然後把它圈起來 圈完之後我們就可以調整我們要生成的風格 我就選塗鴉 然後按下生成 好像這樣 它就幫我畫出一個很不一樣的飛機飛行器的圖 很有科技感 所以像這個我就很喜歡 我就把它取代 你也可以點一下這張圖片 這邊有一個三個點 就可以往下找 有沒有看到它可以儲存圖像 它就可以順便的把它存起來 放在你的照片裡面 今年的AI很聰明 我們除了可以繪圖之外 我們這次也有支援的這些文字辨識 手寫辨識的一些設定 上方工具這邊有一個圈起來的A 它寫著手寫功能說明 點下去之後 這邊有一個設定可以點開 你就會發現這次有多了一個智慧輔助線 還有文字對齊跟修正軌跡這幾個工具 智慧輔助線 就是當我在這邊文章 或是我自己有寫筆記的時候 只要我動筆的瞬間 你會發現我畫面會出T 要輔助線 告訴我說我現在位置大概在這裡 告訴我你都畫在輔助線上面 這就是我們智慧輔助線的 一個用途跟用意 讓我們在接下來寫筆記的時候 可以沿著線寫 比較不容易寫歪 那就算真的不小心寫歪了也沒有關係 你看手機會自動幫我排成一直線 非常方便 所以可以利用這個全新的手寫AI工具 讓你在做筆記的時候寫字 打資料的時候 不用再重新調整你的版面 那除了可以在我們的筆記裡面 使用這個塗鴉轉圖像之外 我們也可以在我們三星內建的媒體軟體 就是我們手機存放照片的APP裡面 也可以使用AI繪圖 照片裡面使用的AI繪圖 跟剛剛筆記本裡面不一樣 剛剛筆記本是把你的塗鴉變得更美 但我們在媒體軟體裡面使用的AI繪圖 是會生成現實中有的物件 而且它會把一些陰影效果也套進去 讓你看起來非常真實的一個感覺 所以我們只要點開照片之後 你看到下方就會有這個AI星星的圖 點下去之後 這邊很重要 請記得點選左邊的塗鴉轉圖像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開始繪畫了 而且我們這邊的繪筆是可以調整顏色的 我就先選擇白色的筆 然後在這個照片給它放大一下 稍微畫一個花瓶的圖案 按下生成 它有幫我做出來了 而且還會給我幾種花瓶的擺設選擇 那我覺得這張照片不錯 我覺得最後我要選擇這個綠葉版本的 我就可以直接按下儲存副本 它就會幫你把它存出來了 並且原圖會幫你保留 不會就這樣蓋掉 就可以利用這種方式 自己先想好大概要做成怎樣的類型 然後去參照圖片去買對應的商品 除了這樣之外 我們也可以透過AI 幫我們把一些照片中失誤 或者是比較醜的部分 去把它修飾掉 所以我們這個時候一樣可以用 AI的部分長按 去把物件選出來 然後直接按下橡皮擦 一樣請AI做一下重新生成 像這樣輕鬆的就幫我把擦坐很醜的地方去掉了 一樣我們可以儲存副本 它就完成下來了 之後就會變成我們一張全新很棒的一個照片 那當然這些照片創意這麼有趣 大家都很希望分享給自己的親朋好友吧 大家可以傳輸到LINE上之外 三星的媒體圓圓器的相簿裡面 也有提供這個叫所謂的共享相簿功能 會是在我們在媒體圓器的下方 有一個三條線點一下 你按一下共享相簿之後 這邊就可以邀請使用者 同時看到這樣的一個相片 好取好名字之後 按一下建立 這個時候它就會問你說 你要怎麼樣去邀請這些人進來 所以像我點選QR Code的方式 它就會有一個連結出來 我可以直接傳到LINE群組 都是三星手機的互相共通 這個相簿的工具 所以家裡面有很多可能家裡的小朋友照片 或者是大家一起出的照片 你可以利用這個共享相簿的功能 讓大家都看得到 這也是我們媒體圓器 非常方便的功能 今天一定要學會這套軟體 就是我們家的主題公園 三星自己有推出一個商店平台 不是大家熟悉的Play Store 它叫應用商店 我們在這個三星商店裡面 打上Good luck 那我們今天先介紹我們的主題公園 所以第一個進來主題公園 點選下載之後 就可以直接進來這個主題公園的介面 AI 繪圖產出的圖很棒 剛好都是1比1的比例 所以很適合用來做我們手機的圖標icon 按下這個新增的選項 我們可以自己客製化自己喜歡的一些App的圖示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可以點選右上角的三個點 有沒有看到有一個Change icon的選項 然後點選了之後 我就可以選擇編輯icon的圖案 我就可以把剛剛我畫的AI 繪圖把它讀進來 有沒有看到我的icon圖案就改變了 甚至我可以再點選一下編輯icon 我可以讓這個圖案不要這麼正方形 甚至圖標顏色也可以稍微讓它有一點調整 做完了之後 按下確定 它就會幫你存檔了 記得這邊很重要 我改的這麼辛苦 你一定要返回之後 這邊有一個儲存 要把它按下來 並且要命名 命名完之後 我只要點右邊這個 我剛剛命名的 並且按下右下角這個套用的選項 套用完成了 App已經變成了這個 我剛剛AI 繪圖的一個圖標了 很有趣吧 所以今年的AI 繪圖 可以讓你用在不同的地方做使用 這就是今天繪圖片 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些特色重點 接下來我們還有一些新的補充功能 會在後面再跟大家做介紹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拜拜 拜拜